过去两年多,世界各地都被受疫情打击。但世界各地楼市,在经济活动大幅放慢下,仍大幅上升。其中排名首位的加拿大楼市,两年竞升五成。反观香港排名位列榜末。 升幅纪近于零。但今明两年,情况有机逆转。香港有机追落后,令升幅大幅领先欧美加各国。现时美加等地。通胀高企。急速加息行动已启动。面对急速的加息压力。加国多伦多楼市即时回远。银行股价也紧随下调5至10%。反观香港。楼价指数连升两周。 放盘叫价也上升3至5%。移民盘的以空间减至2至3%。加国楼市下调。表面上跟加息有关。但实际是过去两年升幅过大。加上工薪完全无法追上。因此就算不加息也要调整。香港过去两年。大幅落后大市。现在有追落后之势。因此就算加息两厘。 也难阻止其声势。早前多轮多的放盘。随时可引来十多个买家同时竞价。现在轮到香港了。最近将军奥C2Sky10个Tat定盘重新推售。 即引来200组买家增相欠购。平均每个盘有20组客抢夺。一直以来。市场高估了移民盘的数目。原先估计移民的20万人。可带来5万个移民盘。 但实际的移民盘。大概只有数千个。最新统计指出。移民盘只占成交量5%。因此就算移民盘成交价略低。也难拖低整体楼价。 按现时趋势发展。第二季楼价可望上升5%。这情况根不者于4月初时的预测大致相同。 估计下半年反弹趋势持续。并可望再升5%。令全年升幅可达一成。